這幾天全臺連日低溫 屏東北大五山也出現了霧松 整個山頭變成了銀白色 而這樣的美景 真的是相當難得 而在農業大縣雲林 也出現了十度以下低溫 農民則是相當苦惱 是嚴防寒害增設帆布 或者是來加水保溫 三十號一早 溫度不到十度 雲林種植汗蜜瓜的瓜籠 瞞著夏天巡視 因為近期寒流一波 接著一波來襲 沈建河夜晚的氣溫都低於十度以下 也吹起陣陣強風 目前正值是一起到座拆煙期 有陽苗業者為了因應十度以下的寒流 也採取蓋上防布或加水保溫 而來到屏東北到五山 而九號清晨出現霧松大爆發 快谷山莊莊組拍下零線上的美景 一片雪白 和網友們一起分享 屏東領管處則表示霧松大爆發在二十九號清晨 但目前因為氣溫回升 霧松附著在樹上已經漸漸融化 有些區段施滑也要呼籲山友小心行走 記者網紅熊 原理屏東 綜合報導